公会这边有接到不少同仁反应 没有办法顺利的请疫苗接种假 那通常是因为同仁担心 造成主管的压力 明明指挥中心已经说过疫苗接种假 不得不准假 却还是有护理师疑似遭到刁难 台大医院企业公会说 这样的状况还不止一名护理师遇到 有台大医院的护理师就投诉 说他7号打新冠肺炎疫苗 当天接种完就感到不舒服 立刻申请隔天修疫苗接种假 同事帮护理长来问他 8号是不是要休假 护理师以为是疫苗接种假被核准才答应 结果没想到过了几天 收到疫苗接种假申请驳回通知 才发现原来是护理长将接种完 隔天改为一般的休息日 这名护理师找护理长厘清 对方却坚称当事人已经同意8号休假 还是要呼吁主管不应该阻挡 同仁请疫苗假的权益 台大医院回应 疫苗接种假是打完疫苗后 真的感觉不舒服才申请 不该预先请假 表示如果投诉人打完疫苗 隔天上班真的不舒服 护理长一定不会阻挡 不过这个说法却被劳动部点出问题 有擅自做这个变更的话 那劳工也可以就是跟这个雇主来提出 就是争议的处理 根据指挥中心公告 接种疫苗当天到隔天的凌晨24时 劳工就可以请部知新的疫苗接种假 雇主不得拒绝 也不能以其他的价别处理 万一变更颁表 劳工不知情 当天还以为保留休假没来上班 雇主必须要照付全薪 否则可能被罚2万到100万元 劳动部提醒民众 如果遇到申请疫苗接种假 被刁难的状况 可以拨打1955申诉维护自身权益 TVBS新闻何佳安王浩在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